第195集 宋卿城挂了电话 直接回店里拿了包 连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下 星月刚好下来 看到他火急火燎的要走 卿城 你这么着急去哪儿 我家里出了点事 得马上回去一趟 你待会儿帮我跟店长请个假 宋卿城说完便匆匆地走了 星月跟到门口 他已经从路边打了车走了 走得这么匆忙 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肯定不是小事 宋卿城来到医院的时候 宋夫还在抢救室里 宋母和宋老太都在抢救室门口等着 两个人都哭得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 宋卿城急匆匆地跑过来 妈 卿城 你终于来了 宋母看到女儿到了 就好像看到了救星一样 一把抓住她的手 现在怎么样了 我爸出来没有 宋卿城也很担心 宋母摇摇头 眼泪又巴搭巴搭地掉下来 到底怎么回事 打我爸的那些人呢 我们是接到医院电话才赶过来的 打你爸的那些人 也都跑了 跑了 出这么大的事 难道没有人报警吗 还有 是谁跟你说我爸是被工地上的人打的 工地上一般人很多 如果发生打架这种事的话 应该不至于没有人过问的 是一个叫老虎的人打电话过来说的 说是你爸把工钱都撕吞了 我现在要逼着你爸拿一百万出来还钱 否则 否则什么 否则 否则就要把你爸打死 还要让我们一家都不得安宁 宋卿尘双手握紧 他们凭什么说我爸撕吞了工钱 他们有什么证据吗 这是你爸从老板手里拿到的一百万工钱的收款条 宋母将手中的一张字条递给他 继续说道 说好年底要给工人发钱回家过年的 可是 可是人家说 一分钱都没有拿到 眼看 这天气冷 不能干活了 大家都想早点回去 然后 就装你爸要钱 结果 他说 没钱 宋卿尘看着那张收款条 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 宋正在一周前 收了一百万整工资款 而且还有父亲的签名和手印 宋卿尘顿时觉得心脏要崩裂了似的 但是他还是抱着一线不可能的希望 妈 我爸的身份证在不在你这里 还有 我爸都有哪些银行卡 都给我 身份证 在我这里 银行卡的话 也就两张 不过 我已经查过了 里面都没有钱啊 宋母从包里翻出宋父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他 宋卿尘整个人狠狠地一阵 脸色刷白 酝酿了许久 才找到属于自己的身影 都没有钱 这句话问出来 显得僵硬无力 宋母点点头 这里的医药费 都还欠着呢 宋卿尘这感觉 浑身都在控制不住地颤抖 手里拿着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都被紧紧地捏在手里 他不敢相信 自己昨天才给父亲打的五十五万首付款 怎么可能今天就没了呢 不 绝对不可能 他回了回神 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 对母亲说道 妈 我先下去交钱 您别太担心了 秦成 你哪儿来的钱啊 宋母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知道女儿没钱 可是却又只能指望这个女儿 我今天刚好发工资了 宋卿尘看着母亲的样子 眼眶也跟着红了 他没有逗留 到楼下交了钱 就直接去了银行 他不相信 父亲银行卡里真的会没有钱 昨天那五十五万 是自己亲手打给父亲的 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就没了呢 他不信 绝对不信 然而 当他听到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他 卡里确实没有钱的时候 他完全懵了 你好女士 还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工作人员见他半天没反应 并又问他 宋卿尘像什么都听不见一样 脑海里只有一句话 钱呢 钱哪儿去了 银行里的工作人员 不得不在玻璃上敲了敲 提醒他 女士 女士 不好意思 麻烦你 再帮我查一下 这张卡里最近的交易情况 哦 上周一的上午和下午 这张卡里分别有五十万的进账 不过 这笔钱已经在昨晚 分三次被转了出去 昨天又有一笔五十五万的进账 然后是由今天上午转出去的 近期的交易就是这样的 都被转出去了 工作人员好心地打了转账记录单给他 宋卿尘拿着单子 一个字一个字 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从昨天到现在 一共转出去了一百五十五万 这些钱都哪儿去了 为什么父亲在两天之间 转走了这么多钱 谁能告诉他 谁能来告诉他 小姑娘 你没事吧 银行里的保安大叔 看到他走路一晃一晃的样子 联盟过来扶住他 并关心地问他 宋卿尘眼眶红红的 什么都没有说 只是摇摇头走出了银行 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马路上 寒冷的风无情地灌进体内 渗透四肢百骸 将一颗支离破碎的心 吹得五零四散 那种感觉 比被遗弃还要残酷残忍 宋卿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医院的 等他回来的时候 父亲已经脱离了危险 但由于伤势比较严重 后期还需要各种治疗 而这个医院并不大 医疗设备也不够先进 为了不耽误病情 宋卿尘只能将父亲 先转移到市医院救治 等一切手续办好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宋卿尘从外面买了一点饭菜回来 给母亲和宋老太吃 宋卿尘啊 你跑了一下午了 也过来吃点吧 宋卿尘将饭菜打开来放在桌上 叫她过来吃 我不饿 您和奶奶先吃吧 旁边单独那份是给妹妹买的 您吃好了就给她送回去 别凉了 这种时候 她是连水都喝不下 更别提吃了 你妈走了 谁来照顾你爸 再说了 那么大一个人 饿一顿有什么关系啊 宋卿尘心情本来就不好 听到奶奶这种话 心里的火气一鼓鼓往上冒 看在这里是医院的份儿上 她不跟老人家吵 但也狠狠地盯了宋老太一眼